好的 我们讲一下在Nordal.js中怎么去使用cookie和session以及怎么连接redis 首先安装比较的依赖 我们要安装的应该是两个东西 npm install 首先要安装coa.redis 然后我们再安装一个coa-generic-session-save coa.redis就是coa连接redis的一种方式 然后coa-generic-session就是coa生成这个session的一种工具 安装完之后我们再去看看怎么用 你这样回撤就可以了 然后我还是根据老的一个现状的一个问题 我们必须把这个代理给设上 不知道我家的网有什么问题 我在公司这么按就没有事 好 弄完之后我们还是按着惯例看一下我们安装的 OK 这个也有了 然后这个也有了 没有问题 完事之后我们再去配置一下 就是再打开app.js 这里面其实已经有我们之前做的一些代码了 我们这儿再做一些配置 首先我们肯定得把这两个东西给它引进来 然后我们先把那个generic-session引进来 就叫session吧 coa.generic-session 然后再把那个core-reddit进来 我们叫reddit-store require 这 好 这两个引完之后 然后我们再去配置一下 在那写就可以了 就这个配置 只要是在这个路由上面写就可以 因为我们在出色路由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session 这块一个注释上 首先我们要写一个pd.case pd.case pd.case的意思就是 先写一个注释 叫session 配置 apr.case的意思就是 我们上个pd.case说过 我们再翻一翻吧 这个pd.case讲过 在这个cookie里面 我们要写一个userid 或者说其他的什么id 只要是用户的标志就可以 能对应到session就可以 但这里面的值 我们得加密一下 不能是明文 你不管是userid 还是username等等这些 我们得加密一下 就是 因为客户端 作为sword端 你不能信任客户端 客户端什么人都有 他可能是个黑客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明文传递 我们要加密一下 加密的话 肯定得需要一个什么 需要一个密室 好 这样的话你就 密室嘛 就跟你的密码一样 就是一个字幕传 它就是个密码 然后最好的方式就是有 比如说有大写字母 有小写字母 有特殊字符 有数字 然后随便加两个 OK 这样就行了 你随便写一个 这样就不好破解 然后app.use 用中间间的形式 就是 session 它是个函数 就是我们上面引用的这个 它是个函数 你看到的名字就是函数 jandrick 就生成什么东西 肯定是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里面传上一堆配置 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中间键 然后就给这个callr去引用就好了 它的配置呢 我们常会的配置 我们可以写一下 第一个是k k呢 比如说我们叫 微博.sid 这个k的意思呢 就是 cookie的name 它默认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认识 它默认是这个callr.sid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是做的微博 我们就改成了 web.sid 其实你不写也可以 不写就是marchcallr.sid 这个cookie的nam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写的这个userid等什么东西 我们这儿userid表示的是个用户的标识对吧 然后它这个地方就是那个web.sid 表示的是用户的标识 到底是谁 但是这个是要根据这个 你是来去加密的啊 生成一个乱版的形式 这是k 第二个呢是这个prefix prefix呢 我们写一个微博冒号 这个呢就是session的简称 微博冒号session 好 这个呢是什么呢 叫 redis key的前缀 more列是什么呢 more列是那个car 冒号session 冒号 这儿不改也没关系啊 不改就是这个东西 redis key的前缀 就是我们在 因redis的set的时候呢 它会帮我们加一个前缀 就是为了显示是这个sower生成的这个redis的key 这样的话也会好区分一些 然后呢再是我们要配置一下cookie cookie比较长远的配置是pass pass等于编辑 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成的cookie呢 在整个网站的所有的目录下都可以访问 然后atb only这个很关键就是 我们这个session里面的这个u.id这个值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写的这个web.srd 就这个值 只能在所有端去修改 客户单无权修改这个值 这样的话就 又一个层面保证了安全 你客户端想改我的cookie的值 那你就甭想 我不让你改 你万一 比如说 你通过某种途径 把这个用户币的这个 vvv拿了之后 你给它塞到这儿来 然后你就可以防卫 这个其他用户的数据 这是肯定不行的 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只能通过sore端去改这个cookie 然后就不让那个客户端来改 那客户端只要存了 只要到处团就行了 然后maxage就是过期时间 用户登录完之后呢 那肯定是不能一直登录着的 你长时间不操作 我是要把你踢出去的 就是要过期 这个过期时间呢 是放在cookie上面 cookie是有过期时间的 然后 我们可以写一个24乘60乘60 乘1000 这是个毫秒啊 单位的毫秒 1000毫秒就是一秒 然后6060 这就是一小时 然后24乘以它就是一天 不过于时间可以写一天 但是这个地方你可以 根据自己的习惯随便改 改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然后接下来就是store 就是我们要把它塞入到redis中 redisstore redisstore就是我们刚才引用的这个 coer session里面 coer redis里面 就是我们要把session 的数据存到redis中 然后这个里面就需要有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是后面 然后写上一个什么呢 127.0.0.1 然后端口是多少 端口是6379 那么你端口 当然这个地方 我们是之前加了一个配置的 对吧 我们加了一个配置在这里面 有这个配置 而且现场环境可能会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这不能这么写死 我们还得把这个配置给你用起来 就从这儿你用吧 配置的名字叫redisconfig 然后requireconfig db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改一下 改成这个 我们用这个模板字幕上的方式来写 然后这个点 host 然后mark 圣号 kfig.tos ok 这个就代替了我们之前写死的那个配置 好 然后我们保存就行了 这样的话呢 它其实就是用户每次访问 如果有没有登录 都会创建一个cookie cookie的名字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给客户端 客户端在访问的时候就带着这个cookie过来 然后我们会以这个为前缀 创建一个redis的key 然后里面存的值呢就是这个 一些比较基本的配置 因为这个时候用户没有登录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谁是用户名 然后这个cookie的值里面存的 其实就是这个redis的这个key 然后用户再次访问的时候 其实就跟这个关系的一样 用户再次访问的时候 把那个cookie里面的值带过来之后 带着所有端 所有端拿到这个值去访问redis 这个其实就跟我们这个方式一样了 去访问redis 然后拿redis的值 当然我们这个地方说cookie是有过期时间的 cookie一天之后过期 那redis一天之后肯定也会过期 那redis的过期时间怎么配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配 就是配一个叫ttl的一个参数 我们可以把这个也一块写上 比如说cookie是这个时候过期 redis正好是这个时候过期 cookie过期了之后用户被退出登录 被废弃了 那我们的redis里面肯定要把这个key给删除 不要占那个内存空间太久 那占两个地方都写一个是不是有点傻 所以说对于这个工具来说 它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默认的配置 就是这个参数你只要不写 它默认就和这个是保持一致的 所以说根本就不需要我们自己管 我们也不用 只要写好这个cookie过期时间 redis过期时间 就自动给你配好 OK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一个测试了 正好看看有没有bub 我们就听pm run第一位就好了 就是有个问题 我们看一下 这个好像是弄的版本的问题 我们改一下弄的版本 你自己在运行的时候也要注意测试版本的问题 就是至少要8.0以上 我们改成10.13.0 因为我本地装了这个版本 写错了 我们再看一下测试版本 这个好像没介绍到 然后给我升了最新版本 就是我本地的最新版是1.1.0 这无所谓了 大于8.0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直接写吧 npm run第一位运行就好了 好 启动起来了对吧 启动起来之后 我们现在要访问它 然后访问完之后 我们要开个新的窗口 来去看一下这个redis 是不是真的被设置了 这个是redis的sore 那我们就不用管它 就在这儿吧 然后这个窗口 我们到时候会 那些redisclient去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刷新一下 OK 这个9v的页面也就出来了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个页面了 然后我们再去 因为按照我们的代码逻辑来说 它只要访问了那个redis的值就已经有了 那好 另外就是它的cookie也有了 所以说我们这儿就看一下这个cookie的值 我们再刷一下吧 好 我这儿的cookie的值没有出来 大家看这个 这个都不是 因为我们设置的cookie的前坠是这个东西对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redis值吧 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 OK 我们看一下case里面 也没有值对吧 也没有值说明是这个 感觉是没有启动起来 暂时还不知道原因 等会得自己查一下 我们再试着刷新一下 OK 确实没有啊 没关系啊 我们代码就是这么写的 应该不知道哪个地方有问题啊 那我们这一小节大约到时间了 然后我们先暂停一下 然后我可以先查一下问题 然后下一小节我再跟大家来说这个问题